我们首先要在一个状态下判断 就是在勃起的状态 我们从尿道口去测量到尺骨的位置 我们阴间的背侧根部有一个阴影的骨头 就是量尿道口到骨头那段的位置 如果超过6到7厘米那就是正常的 如果小于6到7厘米就不正常 中国人一般是7到12厘米会多见一点 如果能达到13厘米甚至15厘米 那都是级品了 都是其他活好了 还有一些 我遇到过一个患者 上初二 他上学期间 没有放寒暑假 他父亲带他来看病 我问他怎么不舒服 他就说自己英尽小 我说让我看一下 因为我得要肉眼去看到底大还是小 他就不让我看 我就因为是一个孩子 我现在印象了他的学习 印象了他未来的人生 我就给他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来给他说服 最后他拖下来 我一看根本就不小 一点都不小 他可能是同学各作剧嘲笑过他 或者说他自己自卑 然后他就整天关注这个英尽小的问题 其实不小 小也不小 我们得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6到7厘米以上就不算小 而且必须在勃起的状态 还有一些患者他说 因为我去早上洗澡的时候觉得不好意思 别人疲软的时候都都挺长的 我疲软的时候小 我说那你勃起以后呢 他说我勃起以后挺长的 这就是勃起系数 有些人疲软的时候那么小 勃起以后那么长 有些人疲软的时候这么长 勃起还是这么长 就是勃起系数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勃起系数